被称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南高音的马赛洛乔达尼 21号在新唐人全世界歌剧唱法声乐大赛的决赛之后 参加了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 与出色的华人和西方歌唱家同台演唱 令观众是为之倾倒 乔达尼接受新唐人的记者专访时 他称赞大赛的选手的才华 还说他觉得演唱中文歌是个好主意 马赛洛乔达尼和各国选手同台演唱 让音乐会得到高潮 很多观众十分感动 他对新唐人歌剧唱法声乐大赛演唱中文歌曲十分赞赏 其实我听了一些中国歌曲 他们尴尬的歌曲和符一声 和符一声音乐 这种有点像的音乐 而且我还没有知那是中国歌曲的音乐 所以他们是非常远的音乐 我认为这一个好事 因为你试试的试试 記者問他是否會學唱中文歌 他表示會學學看 歌劇新聞評價馬薩羅·喬達尼 毫無疑問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男高音的領軍人物 在上個演出季 他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和其他歐美頂級劇院 演出了七部歌劇 我喜歡做的事 在舞台上 在舞台上一直是贊助的 在展示公司和看公司 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夜 我由神來得到一個禮拜的禮拜 新唐人記者南京紐約報導 謝謝